首先為什麼我會加了林康正在這個項目裡面呢 因為他也有拿這張照片出來 但他在私底下跟我說 他公開也有說 他也說得對的 其實他的程度是遠遠跟其他人是不同的 譬如潘小濤、雲海、于飛 他們分享完的帖文 就任由這件事散播出去 完全沒有提出任何質疑 蕭先生又在節目中說 我知道有這件事 大家要想一下如何對付馮檢基 但是林康正是有質疑的 他說這張照片只有圖 給馮檢基回應 不是一口咬定這件事是真的 那個層次是不同的 當然是覺得不應該將他們相提並論 雖然我有說過他們拍那麼多片 例如蕭先生和林康正都說 可能他們第二天已經澄清了 但我沒有時間會追完所有片來看 所以如果他們有澄清的話 我說這件是一件好事 但沒有澄清就是人渣 而林康正說他第二天有拍片澄清 雖然我找不到那條片 但我當然相信他 是我沒有時間去驗證究竟他有沒有 這是我的問題 但當然我覺得如果是澄清 最好就寫回一個字幕 讓那個受害者知道 其實你是有澄清 但當然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沒有辦法辯播 就是 你又說我是朋友 為何你不私帶來找我 我真的沒有想過 在做這件事沒有想過 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錯的 真的沒有爭辯 其實以前我做過這個 講一些網台是非的時候 其實很多網台是非 都是基於那兩個人之間沒有溝通 包括當年的玉敏和蕭珊 甚至我覺得某程度上 這個 玉敏和和陽達等等 我覺得到後期是因為 因為他們沒有一個很仔細的溝通 而是令到這件事越來越惡化 當然 可能你問回他們 不是 都是原則問題 這個有他們的版本 有他們的版本